最早抵達七六凱道遊行現場 郭台銘致詞完下台 不急著離開 走到第一排 要等的就是柯文哲 我要等他講完 我要跟他學一集怎麼講話 等一下看太陽熱不熱 但下個致詞的不是柯文哲 還真的是侯友宜 郭台銘也坐下來認真看 才沒聽幾句話 郭台銘就走人 柯文哲也不等了 你要等柯主席嗎 小心小心 小心後面 雖然政治體一律不回答 但出席遊行 郭台銘頗受歡迎 民眾搶著握手 跟柯侯政治拼場 因為濃厚 而為尋求青年支持 侯友宜上台前 還先在休息室 跟自家人信心喊話 公平正義 侯友宜 但藍英自家人 有信心可沒用 因為侯友宜一上台 台下一片許聲 我相信大家 還有民眾更是抱怨連連 很尷尬 他很努力到表達他的想法 但是下面的人好像不太滿意 因為畢竟他現在在任內做的 跟他期許跟他未來總統 是有些出路的 現在幼稚園不起訴 但是難道市長他沒有情政疏忽嗎 要按理 整整26天 他都沒有好好的去處理 這場遊行 郭柯侯都到場 但三人0同台0互動 郭台民就在前面 要去跟他打發 謝謝 謝謝 我們慢慢往 小心 他們太好友一直被虛 小心喔 小心小心 柯文哲面無表情離開 三人同時出席 716遊行 能否為自己爭取更多支持 畫面會說話 三次送不到 有衛生日 有衛生日 在前面 那是 雲 有衛生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